刘松仁一直想和赵雅芝搭戏 可惜抢不过郑少秋 天秤座的他不仅内敛还总是患得患失 这一切被米雪看在眼里 他性格强势 刘松仁犹豫不决 这不正好做搭档吗 从此以后 米雪霸道的拉着刘松仁拍戏 相极的郭靖与黄荣 男的低调内敛 女的机灵点子多 虽然经常组CP 但刘松仁对米雪并不动心 他只不过是一个戏吃罢了 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和你聊聊 刘松仁低调且认真的一生 刘松仁戏路很宽 因为他是一个不受外表限制的演员 身材没有多高挑 五官也称不上多英俊 但他只要一站到镜头前 风流倜傥 豪放悲情 心机深重 都能被他拿捏到位 你很难相信 这就是刚才默默走进剧组的普通人 刘松仁话不多 也不喜欢被关注 但很奇妙 这种性格的人当演员反而很细腻 刘松仁是从亚视走出来的演员 当年他在亚视训练班毕业后 就成为当家小生 虽然演技智能 但那个年代演员很少 基本上拍两部电视剧下来 就能在银屏展露头角 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让他感觉很忐忑 什么是表演 什么是戏剧 他好像知其然 又不知其所以然 刘松仁就是这么较真 于是他告别亚视 专门跑到美国去进修电影 和电视艺术的课程 返岗后 他就受到了TVB的邀请 拍了第一部剧《北斗星》 当年影视界对刘松仁的评价极高 说他在整部剧中展现了优秀的学业水平 后来他又在TVB拍了陆小凤 《大亨》和《金华春梦》 以扎实的演技 成为TVB当家小生之一 如果刘松仁能再事故一点 完全可以和秋冠平分秋色 但可惜他就是一个戏吃 在镜头前大放一彩 走出音频 整个人低调的黯然失色 如果不是导演叫 你都不知道他坐在哪儿 明雪说和刘松仁搭戏 经常会吃苦头 因为他对搭档的要求很严苛 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 他对别人要求高 对自己要求更高 千面郎君的称号 不是随便说说的 刘松仁演戏 大家还是可以期待的 刘松仁是一个 能在亚视和TVB之间 反复游走的演员 毕竟人家演戏靠的是实力 而不是人情世故 他出生亚视后就去美国进修 返港后在TVB演出了名堂 后来和吴宇森拍了几部武侠片 又回到了亚视 刘松仁演戏有一个特点 就是越往后演感情越浓烈 他不但背着自己的台词 还把别人的台词 也记得滚瓜烂熟 在刘松仁的字典里 就没有马虎二字 他从小就是一个典型的 别人家孩子 1997年 刘松仁凭借陆小凤一夜成名 TVB趁热打铁 让他和各路当家花旦 挨个儿搭戏 无论是和汪明泉演的 《金华春梦》 还是和弥雪演的 《八月桂花香》 观众都很捧场 由于长相帅气 刘松仁不管和谁做搭档 都会被观众传绯闻 这足以看出 他演戏有多投入 观众都入戏了 他的第一段恋情 是在亚时产生的 当年他和亚时 当家花旦李颖 谈过一段时间 刘松仁好敬 李颖好动 刘松仁喜欢低调 李颖性格张扬 整整七年 刘松仁总是在夜场 把李颖背回来 劝他收敛 但女方得寸进食 最后这段感情 还没等到细节连礼 就掰了 后来李颖被富双追求 并火速结婚 从此他彻底告别娱乐圈 过上了富太太的生活 自从刘松仁告别了 这段糟心的恋情后 事业就节节高升 所以有网友说 感谢当年李小姐的 不嫁持恩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嘛 1992年 43岁的刘松仁 在飞机上 遇到了比他小 20岁的泰国公姐 两人一见惊心 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嫁给刘松仁 圈外老婆要承受很多压力 毕竟老公是演员 经常有绯闻传出 但刘松仁保证 每一段绯闻再还没有曝光出来 就向老婆解释清楚 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 真心实意的态度 才是最重要的 还记得当年拍《不顾经心》的时候 刘松仁已经62岁了 有人说康熙老了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气场十足 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曾经有人问他 为何不在家养老 还要出来拍戏 刘松仁说 我和妻子都没有孩子 他比我小20岁 倘若有一天我先走了 妻子拿着这些钱 就可以踏实的 安详晚年 我不想看他受苦 所以只要我能动 就多赚一些钱 刘松仁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 而是愿岁月可回首 协议深情共白头 关注我 怕你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